大家看到的背后的照片又是人民国防军及联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我们看到这些战士都非常兴奋 发生在12月13日凌晨 人民国防军克伦民族解放军 缅族人民解放军BPLA及联军 在博古省的标关镇 也就是仰光到曼德勒公路上的 叫尿病达地区的警察局 被联军袭击并占领了 同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在这个事件当中击毙了10名苗莱武装成员 4名联军战士受了轻伤 离内比都越来越近了 而且内比都这个城市之前考虑的是外地入侵的时候 所以选择的位置 它在中间位置 有四方保护它 但在现在内战当中 内比都这个地理位置就非常的不利于缅甸民族武装 为什么四面被包围 如果它需要这些物质的去补充 那四面八方的物质 如果对它形成了各方面的包围 那内比都就是一个死层被困住的一个困兽物质的补充 所以内比都危在旦夕 很多人也在说这两天一些报道 比如缅北三架武装包括国杆同盟军的 但事实上这个报道我们不去过多的评价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明安来武装还是在加速的去衰败 我们看到它离高速路 你看这个镇离高速路非常近 那就是在这附近被袭击了 那你想在中间被袭击之后 那仰光到曼德勒就不是军方能控制的了 之前我们看到在夏缅甸 从仰光博古到孟邦有些地方 包括去克伦邦有些地区已经被解放了 而且很多的公路已经被人民共防局所控制 如果仰光到曼德勒这条高速公路 再被人民共防军及联军所控制 那缅甸军人还能坚持多久呢 就像人民共防局还有NUG政府强调的 在12月底前尽快解决战斗 这个12月份已经过了一半 但我们分析看判断还是有这个可能啊 理论上还是有这个可能 背后的视频就是12月12日下午4点左右 位于西北军区司令部第747师机枪库遭到了袭击 同时一架无人机还向包括南卡军事总部军官住所在内的重要的地点 投下了5枚炸弹 炸死了军事办公室和军官的住宅内的5名名安来武装的高级将领 多名士兵和家属也被炸伤 同时他们还袭击了包括蒙玉瓦机场 军方空军基地 因为该基地经常会有飞机起飞 袭击马规地区 所以对军方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迫害 取得了一定的战斗的成果 这背后的照片是12月13日上午 在石改省的猫庐镇遭到了人民国防军联军的袭击 并占领 在清理的过程当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革命联军也敦促明安来武装成员去投降 发起此时主攻部队是ABSDF部队及其他的联军 我们看一下猫鲁镇的地理位置 这背后的视频又是无人机大显身微 我们看到人民国防军的无人机编队 他们的飞机越来越先进 而且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效果 比之前的更清楚的能记录和还原 当时战场上的一些细节 这次袭击是在12月11日 马规省的牧哥居镇 镇关东村 当地的人民国防局主要是黑眼睛蛇部队 他们发起了多起针对 明安来武装人员的空袭 其中有一起造成了两名 明安来武装人员的死亡 还有造成了8人的明安来武装人员的受伤 据称国防军也损失了两架无人机 人民国防军的武器装备也是越来越进化了 你看到了吗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发射更加远程的火箭弹 这起事件是发生在12月13日 地点也是马规省的牧哥居镇 叫做西部坎村 人民国防军发射了五枚远程火箭弹 其中三枚火箭弹落入了标缩体 就是伪军的营地 也是由多支武装联合发起的进攻 具体伤亡还没有报道 最近PDF解密的视频越来越多 这个视频也是刚刚播报出来的 这是人民国防军之莫谷红狼支队 他们在12月7日11点35分左右 他们在协同德昂军及联军 在对明安来武装的一个军营进行战斗 经过六个小时的战斗将其占领 这就是他们在战场上记录 真实还原当时的一个情况 我们感受一下吧 这背后的视频是在12月11日 地点位于孟邦的夜乡 民族团结政府NUG 国防部副部长奈纠扬 会见了革命联军 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鼓励革命战士再接再厉 同时副部长也分享了革命战士 近三年来成功的经验 就在11月30日 国防部南方军区的这些革命战士们 也宣示了并发誓要为铲除 民族武装独裁和一切暴政而进行斗争到底 这是现场的一个视频和照片 我们感受一下人民国防军 现在的这种气势 这背后的视频是克伦尼国防军 第二期基础军事教育毕业典礼隆重的举行 这批学员是经过强化军事训练的新的战士 老的战士其实年龄也不大 已经在地面与民族武装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后方的这些新兵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这个部队的番号是克伦尼国防军猎人支队 民族武装战斗检员之后没有新兵的补充 只能补充监狱里释放的重刑犯 及一些曾经犯过错误或者很严重的 这些犯罪的这些军人 他用这样的人来补充自己的兵力 一里一外就知道最后的战斗的结果 一定属于PDF人民国防军 我们再补充一下缅甸媒体伊罗瓦底的报道 本月内民族武装已从缅甸各大监狱释放了近700名逃兵和犯罪军人 并将他们送往了前线 另外民族武装正在抓捕近期的逃兵和其他正在服刑的人 根据军方内部人士的消息 被派往前线的这些人员大多数因为长期监禁而导致了身体虚弱 并不适合上前线 明昂来武装发言人佐民吞在本月稍早宣布称 接受逃兵和散离职守的退伍军人负职 自缅北国感德昂若开三家兄弟在三邦北部发起1027行动以来 明昂来武装已有近千名士兵向革命联军投降 其中单向同盟军投降的明昂来武装就有包括143-128机动营和125-129步兵营成员在内的近500人 根据美国和平研究所最近的估计 缅甸军政权明昂来武装目前约有15万兵力 其中包括7万名战斗部队 但自2021年明昂来武装发动政变之后 明昂来武装在前线死亡受伤和投降出逃的士兵已超过2万人 大家可以用简单的一个数学换算就知道 明昂来武装还有多少人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相关的消息说到现在缅甸三支武装这个和谈的一些情况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些数据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若开邦青邦据若开军AA军的消息 自1027行动以来 前45天内若开军在若开邦青邦控制了137个明昂来武装的据点警察局及卡战 其中包括青邦百利瓦镇17个 布迪当镇6个 孟都镇62个 焦多镇7个 妙屋镇3个 拉呆当镇4个 邦纳军镇3个 石队镇1个 包多镇6个 明比亚镇5个 尼蓬镇4个 安镇3个 焦嫖镇7个 莱里镇4个 洞哥镇2个 丹堆镇3个 这背后的照片就是被若开军控制的137个明昂来武装的据点 而在12月13日16点左右 若开军与明昂来武装武士陵营在庙屋镇格道佛寺的途中 爆发了冲突 在通突期间 若开军击毙了明昂来武装7人 击伤多人 散邦方向 德安民主解放军消息 12月13日 德安军与明昂来武装在南商镇 叫曼凯社区 及潭亚基山交火 期间 德安军缴获明昂来武装7支步枪 曼德勒省方向 12月14日5点左右 明昂来武装40余名乘坐的两辆拖拉机及一辆救护车 在昂雀镇的酿宾戎村八英里处遭地雷袭击 袭击造成明昂来武装5人死亡 9人受伤 一辆拖拉机及救护车被击毁 石凯省方向 12月14日上午10点 革命组织与明昂来武装在石凯省 古基贡附近爆发了冲突 在冲突期间 明昂来武装多人被击毙 击伤 明昂来武装还派了一架M35直升机进行驻镇 根据革命组织相关人士表示 双方爆发两个小时的冲突 在冲突期间可以确认击毙了两名明昂来武装成员 但具体伤亡还在确认 仰光省方向 据当地居民称 12月13日20点57分 由明昂来武装驻扎的雪碧达区市政厅传来了两声炸弹 随后还有一些枪声 此后居民还看到一些警察军车在附近一带游荡 孟邦方向 在比林镇明昂来武装444旗下第三机动营一部 被当地人民国防军狙击手袭击 明昂来武装一名人员被击毙 以上就是15日14日的一些战况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最近的消息也满天飞 但是我们看到整体缅甸的局势 还是像我们预计的这样 明昂来武装还是在迅速的崩溃 人民国防军还是在各条战线取得了比较大的胜利 12月底NUG政府说到要解决战斗 现在我播报的时间是12月15日 看来还是有很大的几率 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下集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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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